24. 太陽報 缺水危局中暑危機 2015年7月15日呼刊 E.25在嚴嚴下日到戶外混落絕對是一件賞心樂事,但未免落極生悲 任何時候只要身處高溫地方,都要不時補充水分和到陰涼地方休息 否則身體有機會未能適應高溫環境,繼而出現中暑徵狀。 有醫生表示,情況嚴重的中暑更會導致生命危險 因此,在下日活動必須留意身體狀況,必要時尋求醫生協助 身體未能調節溫度雖然人體具有調節體內溫度的功能 但任何人只要長時間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或活動 即使身體狀況良好,也有機會中暑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劉兆輝醫生表示 身體在高溫環境下持續活動,體溫便會上升 當達到身體不能自動調節的溫度時,便會導致部分器官出現衰竭現象 令某些機能失效,導致中暑 劉醫生補充,身體溫度約38.5攝氏度便會出現中暑症狀 當體溫高達40.5攝氏度的高溫便屬中暑 患者可分為輕度中暑或重度中暑 他雪,重患者的身體狀況可以判斷其中暑程度 輕度中暑的症狀包括出汗、臉色蒼白、頭痛、頭暈、口渴和心跳加速等 重度中暑患者則同樣會臉色蒼白和心跳加速 更會出現全身乏力、不流汗和口肝等徵狀 意識亦會開始模糊 這時如不能及時為中暑患者降溫及進行急救 便有機會導致生命危險 中暑風險因人而異流醫生表示 重度中暑患者的死亡率高達30% 即使能及時接受治療 中暑患者亦有機會因身體流失大量水分而引致腎衰竭 亦有患者會出現類似中風的症狀 雖然任何人也有機會中暑 但亦有部分人的中暑風險較高 以肥胖人士為例 由於肥胖人士的新陳代謝較慢 身體的散熱功能較差 因此較容易中暑 留醫生補充 前一晚喝了酒 睡眠不足或需要長時間工作而缺乏休息也會影響身體的排汗功能 增加中暑風險 另外,緊身衣服也會影響身體的散熱機能 因此,喜歡穿緊身衣活動或工作的人要特別注意身體狀況 值得一提的事 長者或長期病患者由於身體的調節機能較差 因此也屬於中暑的高危一族 涉及冰水降溫除了以上個人因素 環境因素亦是中暑的主因 劉醫生表示,環境因素包括如夏天等濕度架高的季節 空氣不流通或沒有風的空間等 除此以外,很多人也誤會只有在烈日當空下才會中暑 但其實在室內逗留也有機會中暑 他補充,太陽模擬會令溫度提升 但卻並非中暑的主因 長時間在溫度架高而空氣不流通的室內空間內逗留 同時沒有補充足夠水分,也有中暑危機 如出現中暑症狀,應立刻而到清涼地方休息 解開身上衣物,也可用水沫身 但絕不能因心急而沉入冰水降溫 如情況嚴重便要送院求醫 劉醫生表示,很多運動場附近也有陰涼或冷氣場所 而且可以隨時再飲水機補充水分,所以中暑情況不多 相反,恆山或遠足途中沒有陰涼地方 也沒有補充水分的地方,中暑機會較高 因此,在下日恆山時要大臂足夠水分 同時要留意身體狀況 Manoeska Sipkris ,資料圖片名謝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內科,劉兆輝醫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